台南市政府議長選舉 民進黨議會黨團甲級動員開會 議長候選人邱莉莉 眼面哭泣 淚灑會場 党員派家安慰 還用天氣的話題 來轉移焦點 企圖緩和現場氣氛 原來會議中 同黨議員陳秋平直一 邱莉莉上節目放話 點名有人會重到四年前的跑票 想溝通對方還拒接電話 陳秋平怒轟 這已經造成了傷害 而且黨內有人提議 民進黨的議長 要搭國民黨副議長的民國配 所以就是要跑票嗎 第四屆的臺南市議員 總共有五十七人 其中民進黨差一票過半 國民黨和武黨加起來有二十七人 民進黨已經推了 邱莉莉和林聚展這一組人選 國民黨的李文俊爭取副議長 而武黨的國姓良 尋求續當議長 任何一票都可能會左右選舉的結果 緊張氣氛 除了民進黨 國民黨也召開了會議重申 不能跑票 我沒有叫我們黨團的決議 來做的話 一定黨計處分 川普會選這麼多 這麼高到這麼四人 還是那句老話 開你的就是你的了 不是你的真言 政府議長的選舉即將舉行 匯選跑票傳聞不斷 各黨團祭出了黨計處分 庭權四年等警告 要求拿下理想票數 讓準議員在宣誓就職之前 心情也格外緊張 三天新聞王少爺 祝一榮台南報導